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4日 近來很多的媒體 中外的媒體都分別報導過 為什麼香港和新加坡的競爭下 香港的劣勢越來越明顯 甚至乎大幅被拋離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我今天再講多一點 這一點就是從文化上 定位上 新加坡和香港的崛起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崛起 其實很主要就是因為 他們地理上是屬於亞洲 但是戰略上是屬於西方的 就是因為西方是需要借助這兩個英國殖民地的城市 即使後來新加坡獨立出來之後 在馬來亞拼入 然後再獨立 但是他戰略上也屬於西方 他就找台灣做軍事的訓練 後來就轉了找以色列 有深度的合作 所以他戰略上也屬於西方的 那麼香港在97年前 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 當然戰略上是西方的 西方的陣營是需要借助這些亞洲城市 作為牽制共產主義的一個主要橋頭堡 這個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命運 但是呢 新加坡或者香港 它有一個特點就是華人為主 他們當然可以跟華人文化直接溝通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溝通 所以新加坡和香港是韋小寶的角色 就是遊走中西之間 也是多元的 美國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在新加坡呢 就很流行 甚至乎半官方的組織 在新加坡和香港 都有很多活動 但是同時間呢 共產黨 新加坡防共是嚴密一點的 但是他跟馬來西亞有密切的溝通 那麼他的角色就主要跟馬來西亞 但是香港的主要角色就是跟中國大陸有密切的溝通 所以大陸的勢力在香港又可以活動的 譬如說大公報文匯報 在香港又可以自由活動的 那麼台灣的報章 又可以在香港發表的 那些華僑日報 香港時報 中國時報旗下的香港時報 那麼只要不要搞得太過分 譬如說好像我上次講的黑社會這樣 這個中義堂和法山中義堂 他們就改變了一個組織 就變成了14K 在香港也有活動的 那麼當然就被港英政府嚴厲打擊 譬如說新義安向前 就被這個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那麼你不要搞得太過分 問題就不會很大的 他容許你存在的 香港和新加坡也是 但是後來呢 當新加坡今天仍然保持到 一個韋小寶的角色就是中西遊走 他既戰略上是親近西方 和美國密切合作 但是同時間也希望和中國做生意 所以新加坡今天取代了香港 以前做韋小寶的角色 但是香港現在 由韋小寶最初就變成了農科多 過去十幾年 現在就變成了吳之榮 吳之榮是誰呢 就是舉報名史的人 透過舉報而做大官 因為到了一個知縣 也不算是誰大官 地方少來 那麼韋小寶變成農科多 再變成吳之榮 香港就進化了 就變成了徹底的靠邊站 就是站邊 不是再游走中西 要趕走外國勢力 國安法之後 外國勢力就不敢在香港再亂搞了 現在再加一條23條 外國勢力走不走 但是外國勢力走不走 那些政治勢力走的 那些政治勢力結除的就是經濟的勢力 都不會那麼輕易留下來的 因為沒有了政治的保護 或者沒有了社會的多元性 經濟上的投資 只會有短期 當然我相信不會絕對走的 短期的博弈是會的 因為錢當然是有人想冒險賺的 煞頭的錢總是有人做的 煞頭的買賣總是有人做的 所以短期的博弈是有的 但是沒有了政治勢力的多元性 經濟的多元性 必然會受到削弱的了 所以這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競爭 為什麼會落下風的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現在23條火速立法 非常之嚴厲 而23條立法 新加坡的政治環境 都是相對比較威權的 但是新加坡就不會嚇走外國勢力 因為他們的威權 就不是針對外國勢力的 可能是針對本國的一些人 但是針對外國勢力就極少存在的 所以新加坡才能夠繼續做到偉小步 香港就不是的 動輒就戰狼外交 然後就起訴這個 起訴那個 所以變成這個外國勢力就很擔憂了 那麼就陸續撤出香港 今天就要講這個外國勢力 這個外國勢力 引述一下大公報文匯報怎麼說呢 大公報就說 現在就說要伴隨23條立法 要撤出香港 或者搬去台灣 或者是搬去華盛頓 我想搬去台灣的機會比較大 的自由亞洲電台 這些所謂的自由呢 大公報就說 這些自由亞洲電台很惡劣 為什麼惡劣呢? 因為經常都是站在美國的立場去講的 美國的立場去講 全部是洗腦的 是黃色的 復旦大學的沈逸教授一針見血 這些歪佬是試圖把年輕人的思路大壞 培育反骨的廢青的下一代 這些大學教授 講這些言論也是很有趣的 這個自由亞洲電台是赤裸裸反共反華的報導 連經濟學人油沖也蓋炭 是不是? 所以 這個自由亞洲電台很差 但是問題是這個自由亞洲電台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現在知道自由亞洲電台1996年 六四事件以後過了六七年 然後就成立了 但是其實以前1951年 都有一個自由亞洲電台 1951年的自由亞洲電台 就是由美國忠情局創立的自由亞洲委員會 就開始的 就是因為當時朝鮮戰爭爆發 而朝鮮戰爭爆發 美國就想到除了用一個戰爭的方法 令到亞洲變得自由之外 還要在文化上令到亞洲變得自由 所以就在香港和新加坡 展開了很多文化上的活動 希望這兩個地方建立一些 所謂自由亞洲的思想 一個普世價值 親近西方的思想活動 就資助到香港和新加坡很多文人 很多文人都是由大陸 逃亡去香港和新加坡的 今天就是重點講這件事情 但是那又如何呢? 這就是香港和新加坡以往的角色 以往的角色就是政治上的多元 是不是? 就是 港英政府當然是容許這些自由亞洲 或者亞洲基金會 亞洲協會這些所謂的 普世價值西方勢力的香港活動 因為是自己的地方 但是他沒有完全廣盡殺絕 令到共產黨的勢力消滅 共產黨是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 或者是下線所建立出來的學友社 我們都參加過他們的活動 學友社 是不是? 或者是左派學校 所謂左派學校 香港很多左派學校 敏僑 培僑 工聯會這些勢力 一直在香港活動 你不像搞到六七暴動那樣 他也不會徹底把他抓人奉行 即使六七暴動以後 一段短暫的時間是受到壓力 但是後來 就繼續在香港活動到97年了 到今天就成為根正苗熊了 是不是? 又拿了很多大字經勳章 即使當年有份放炸彈的人 所以香港和新加坡以前就是韋小寶 現在由韋小寶變成農科多 再變成吳之榮 香港的角色當然會徹底改變 而這個所謂的自由亞洲電台的前身 當然根據美國自己的說法 就是不是前身 沒有直接關係 是同名的 但是無論如何 是有些關聯的 這個就是 在1951年以後 美國成立了亞洲基金會 亞洲協會 就是資助西方人的勢力 在香港和新加坡 有文化上的宣傳活動 有很多資料都是 看到原來我們 識識相關的東西都是外國勢力 譬如說青年女社 我們也住過青年女社 是不是? 在香港也住過青年女社 是不是? 是這個 亞洲CIA 旗下的自由亞洲協會 或者亞洲基金會 資助的 還有萬事獎學金計劃 在五、六十年代 很多人是受益於萬事獎學金計劃的 包括鄧炳強 所畢業的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他們很多老師 都是受這個萬事獎學金計劃讀書的 沒有了這些萬事獎學金計劃 鄧炳強可能就畢不了業了 然後呢 就有這個編輯委員會 萬事 還有這個萬事委員會 以及有聯研究所 包括鄧炳強的先祖輩老師 崇基學院的盧思光教授 他有不少的著作 都在友聯出版社出版的 茂中山先生 就有很多著作在這裡出版的 沒有茂中山先生的著作在這裡出版的話 茂山的學術影響力 就不會有今天那麼大了 新儒家 就不會有那麼大名 香港文化上 最有名的就是新儒家 在近代史裡面 還有余英時教授 也有大量的著作在友聯出版社出版 然後我們 可能有些人也讀過的 就是中國學生周報和祖國周康 這些雜誌 就是宣傳傳統中國文化 以及西方的普世價值 令香港成為中西文化的交會點 還有兒童雜誌 你們有沒有讀過兒童雜誌? 兒童樂園 兒童雜誌後來衍生了一本叫兒童樂園 小時候有沒有讀過? 沒有讀過沒關係 我們也知道的 我小時候讀過了 因為到了90年代 兒童樂園、兒童雜誌 才被取締 那麼有什麼最出名的漫畫 是來自兒童樂園呢? 剛剛 我們也知道了 兒童樂園 多拉A夢 叮當 我小時候叫做 就是他 兒童樂園 是引入的 這個兒童樂園 這本雜誌引入的 是1953年至1995年 香港的康物 這個很重要 是不是? 令到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香港的兒童 這些都是西方勢力的 資助底下 在香港發展的 但是以前是香港可以容許這些東西存在的 現在不容許了 現在不容許西方勢力 外國勢力資助 為這些反共的文化事業 以前擺明是反共文化事業 以前 余英時先生寫的那些書 是反共的 但是他同時間 有一些是反共 有些不是反共 比如說樹仁大學的創辦人 鍾奇榮校監 他也有著作 是講教育的 就在友聯出版社裡出版 證明了 他除了推動反共思想之外 同時間 他是推動了很多香港的文化事業 所以香港以前為什麼文化上 有些人就不知道 以為香港是文化沙漠 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主要是因為 他沒有英國的文化 不是好像英國貴族的文化那樣 英國貴族的文化 喜歡看歌劇 聽聽音樂 香港是不喜歡的 但是香港的文化 是武俠小說 或者是 看看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學 你看回五、六十年代的報章水平 其實是很高的 香港並非文化沙漠 有姚中夷教授錢穆先生 然後 這個亞洲基金會 就資助香港教師聯盟 又資助學生女社 資助中國學生週報 祖國週康 亞洲出版社 資助露營 這個推動了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學生 多元化是一個很主要的手段 同時間他也有支援東南亞 包括吉隆坡 新加坡 這個就是自由亞洲計劃 1951年 CIA 克下的自由亞洲計劃 也在新加坡開了很多書店 開了47間書店 41個報攤 22個學校書店 總數是110間 香港開了出版社 新加坡開了書店 所以很多香港的文人 和新加坡南洋的文人 就在CIA旗下的自由亞洲計劃 都在發展出來 因為自由亞洲本身是兩個計劃 軍事上就是解放朝鮮 就是借助朝鮮戰爭 希望解放朝鮮 就是因為朝鮮入侵南韓 然後聯合國通過 然後美軍為首的聯軍 就是反攻的 由釜山登陸的 所以這個就是戰略上的 文化上就是經過這個亞洲基金會 自由亞洲計劃 就是推動中國學生周報 這些資料 就是希望在文化上 使得香港或者新加坡 成為一個靠近西方的一個勢力 事實上就是造就了這種勢力 多種的勢力 新加坡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歷史 但是在《國安法》之後 就是跟這個六七暴動不同 六七暴動呢 港英政府一下子 強而有力 壓了下來 但是壓了下來之後 他就沒有徹底將中共的勢力連根拔起 因為他知道 港英政府有責任的 港英政府就是香港 令到貪污腐敗的問題很嚴重 管治 所以他就成立了廉政公署 根治貪污 同時間就設立了市政局 以及後來區議會的一個選舉改革 希望令到市政更加好 市政局和區議會更加好一些 所以 同時間是令到香港的環境改變的 這是兩點 第三點就是繼續 在六七暴動之後 容許中共的勢力活動 他一開始就取締了一些的報章 但是大部分的親共的報章 或者親共的勢力 繼續可以存在 他就沒有連根拔起 這個就是港英時期的一個特色 但是今天不同 19年跟六七年一樣 香港發生了動盪 但是結果20年就立了國安法 希望將西方的勢力連根拔起 現在就立了23條 同時間將外國勢力徹底講出 在政治上 令到香港再不是多元化 再不是多元化的時期 正如我所說 政治的自由化和經濟的自由化 是很難徹底分割的 至少在西方人的立場來講 他們很難徹底分割 當然 新加坡 他們都沒有政治的自由化 在西方人的角度來講 但是他們有經濟的自由化 但是問題是新加坡 他們沒有將戰狼外交 沒有將消滅外國勢力 是長期掛在口邊的 他對國內的管制是嚴密的 但是對西方的勢力 外國的勢力 或者外國的代理人 在新加坡 都不會受到連根拔起的覆滅 但是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現在徹底改變了 所以導致在這個競爭下 香港和新加坡是越來越擴大了 當然 站在加速主義的角度 都是要支持國安法和23條的立法的 因為只有23條的火速立法 以及大力的執行 香港和大灣區的城市 才會徹底融為一體 徹底融為一體 那麼樓價到時候就同步了 工資就同步了 那麼香港的年輕人就可以上樓了 是不是? 買不到香港的樓 也可以買兆慶的樓 散頭的樓 那麼生活在哪裡都沒有什麼分別 那麼這個可以有助解決到 香港深層次矛盾問題的 所以我也是樂觀地 看到這種情況的發展 那麼anyway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給個like subscribe share 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我今天講的文字摘要 以及下個禮拜 就會有中國近代史的新一堂 就會講到八國聯軍的 畢和團和八國聯軍 那麼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VIP會員15美元一個月 月費就可以無限重溫回以往的課堂 包括史記 包括中國經濟史 中國史學名著 以及中國近代史的課堂 那麼中國近代史以後 應該就會開新一個課 就是中國現代史 所以到時候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參加 那麼所有會員都可以上課 VIP會員可以無限重溫 多謝大家,拜拜! 謝謝